觀眾朋友大家好 中國女子網球名將彭瑞 在她的微博發了一篇很長的文章 指控中國的前高官政治局常委 副總理張高麗性侵她 後來她們發展婚外情 最近又找回她 跟她回家發生性行為 她老婆還在門外把風 這件事引起中國非常轟動 不過她的微博半小時內已經被消失了 她就在月初發表過這個微博 然後到今天 一段很長的時間 一人都在找她 說她下落不明 這件事 引起國際很轟動 網球界轟動 而且亦都去到聯合國人權委員會裏面 亦都有人拿出來討論 網球界那些一哥一姐 就相繼發表 他們的看法 亦都用一個hashtag Where is彭瑞 去提出一個很大的疑問 為何中國 沒有給彭瑞出來 澄清或者發聲 有關這件事 是怎樣呢 她在哪裡呢 是她安不安全呢 中國的大外宣 CGTN就前兩天發表了彭瑞的一封 聲稱是給 世界女子網球協會的一個電郵 就說我安全 我沒有被性侵 這個是假的 以後國際世界女子網球協會 如果要發表 跟我有關的 任何的內容的文章 都要問過我要向我求證 這個電郵已經被外界質疑 是真還是假 有很多疑點 包括 為何會有一個郵標 有一個cursor 看到在封信裏面 難道 他寫這封信的時候 卡了圖 卡圖才會有郵標 如果電郵發給別人 是沒有的 卡了圖才會發給 這個 WTA世界女子網球協會的 會長 有第一個質疑 第二 那封信的上款是寫Hello Everyone 沒有下款的 那個電郵 寫Hello Everyone 而不是寫給 這個 WTA的會長為何如此奇怪 很多 疑點出現了 已經被人懷疑 這封電郵 為何不是由 WTA的會長發表 而是由 大外宣的CGTN 截圖來發表 已經懷疑這封信的真偽 造假也是他們的常態 然後又有另一個情況出現了 又是由官媒的記者 由這個央視的 國際部門的 這個央視的記者 這個官媒的記者就是 沈思偉 在她的Twitter上發帖 發什麼帖呢 發了三張彭帥的 相片的帖 有兩張是跟貓在玩的 還有一張是自拍的 這位沈思偉在她的Twitter上說 剛剛彭帥 在WeChat moment 發表了三張近照 跟大家說 Happy weekend 周末愉快 她說 她的朋友分享了這三張近照 所以在這裏發表出來 三張近照是怎樣的呢 其中是一張 跟這個功夫熊貓 自拍照 另一張是 玩貓的 一個照片 後面有很多毛公仔 還有一張在毛公仔前 坐在這裏 頭向著不知某一個方向 去看 胡錫進 環球時報的老總胡編 亦在Twitter上用英文說 用英文的 剛才那個 央視的記者 沈思偉也要用英文 為何要用英文 大家必須明白 因為國際社會反響很大 於是用英文寫 她說她經過她 個人的消息來源證實 彭帥這些照片 是真的 她說過去幾天她仍然留在自己家 自由地留在自己家 說話是In the past few days She stayed In her own home Filly And she didn't want to be Disturbed 即是她不想受別人騷擾 不想受別人打擾 她很快 就會出席公開活動 無論是 央視記者 沈思偉 胡錫進 環球時報的胡編 都是用英文寫的 對象自然是國際友人 但是這幾封照片 出來之後 網民也有一個 移民又找到一些移民 關鍵疑點 關鍵疑點 第一 北京 很冷 只有六度 她所有的照片都是穿短袖衫短褲 她家裡的暖氣真的很厲害 一般暖氣很厲害 也不會熱到要穿短袖衫短褲 冬天 外面大概是五六度左右 我家裡也開了暖氣 我不會開到暖氣30度 很浪費電 我又要穿冷衫出來 這個疑點第一個 我覺得有趣 然後有什麼疑點 第二個疑點 他們說這個疑點是有暖氣也不可能穿成這樣 她說穿短衫短褲準備迎接夏天 根本沒有尊重大家的智商 中國官方媒體連標點符號我都不會相信 不過 多謝你們 持續推告熱點 除非彭帥出現在微博或任何中國以外的電視新聞上 如果不是沒有人相信 你們的伎倆 第二個疑點 彭帥在網上連名字都搜索不到 張高麗也不行 她說能夠發朋友圈 真的嗎 是不是 她說 狠不創的嘗試 不過你們偉大的防火場另一側 是沒有任何人會買單 總之就是 疑點重重 主要是她的衣服 為什麼穿短衣服 第二個就是 在網上 連名字都找不到 搜索不到 還可以發朋友圈 又是用這個方法 為什麼 寫封信 又不是直接 由WTA的會長 去自己公開 而是由 CGTN大外宣的 媒體 CAP圖來公開 而現在CAP的圖是疑點重重 第二 還要Hello everyone 然後就沒有下款 第二發了幾張照 好像很猶豫 究竟是不是現在的 為什麼不發冬天的照片 要發夏天的照片 開竹暖看都不會穿短衣短褲 亦都會 被人懷疑他做 我亦都說過 他會否 他會上斷舌 他會否認被姓侵 甚至說這個微博不是他寫 可能會是這樣的 胡錫進 預告說他很快會出席公開場合 是不是已經安排了這些東西 不知道 這件事引起國際的反響 我想我官方也有 手足無措 完全是沒有任何的 你看得到 那個回應是 是 一次比一次差 如果真的彭帥沒事 如果真的那個 性心的指控 正如他的電郵 他的電郵這樣說 It's not true 是假的 不是真實的 他大口就自己 亮相出來 告訴別人 很簡單 是不是 開個記者會 如果在外國一定是這樣做 開個記者會 有人就入侵了我那個微博的帳戶 寫封這樣的電郵 全部那個指控是指虛會有的 我從來張高麗沒有性侵我 亦都沒有從他 有任何的 不倫的關係 我希望我繼續在 中國的網球壇 在世界的網球壇 繼續 比賽 繼續 發揮我的才能 多謝大家的關心 這件事到此為止 不要再炒作了 出來開記者會大大方方出來 現在由月初到現在 兩個禮拜 發了封電郵 發了一些照 能夠 澄清的東西 是 絕小的 而製造移民比澄清的東西更加多 這個白宮的發言人 回應彭帥的風波要求中國交代他的下落 證明他人生是安全的 任何性侵的指控都應該調查 美國一直支持女性發聲追究責任 捍衛言論自由 就是講Me Too 這個 運動可以這樣說 那 這些照片 是澄清不了問題的 是解決不了問題 OK 即使 發了這些照片出來也好 發了他的電郵也好 好了 國際社會的反應是怎樣呢 國際社會反應 我相信是想不到那麼強烈 中國外交部先後兩次說 我不知道彭帥的有關情況 但是 聯合國人權事務的 高級專員辦事處 發言人回應 他說 現在有資料顯示彭帥在社交媒體指控被性侵之後 音訊全無 彭帥的下落和福祉 是重要的 這個聯合國人權 高級事務專員辦事處的發言人說 應該就他被性侵的指控 進行完全透明的調查 性侵受害者 承受可怕的創傷 為他們伸張正義和追究責任 非常重要 這個就是聯合國人權 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的發言 美聯社 報導有了外交部 言用不知識 彭帥一事 趙立堅 記者會的時候就說 這個不是外交問題 我們不知道有關的情況 但是外交部發言人回應提問的時候在昨天的新聞稿裏 沒有提到彭帥這兩個字 WTA這個世界女子網球協會 早前也發表聲明 促請中國當局 調查 官媒發了這個 聲稱是給WTA主席 Steve Simon的信 這封信後 他就說 這封信 是經過構思的聲明 他認為 不覺得有任何價值 除非有機會直接跟彭帥聯繫 否則不會釋懷 這位主席也說 絕對願意撤回中國的業務 並處理隨之以來的所有後果 表明女性需要得到尊重 而且不受到審查 認為 是比WTA的業務 更加重要 我剛才說過 在國際網球壇上不少知名人物 都用 hashtag Vaneris 彭帥 提問 包括世威 大滿冠單打 23次的得主 世威 薩蓮娜威廉斯 亦有 網球壇 巴塞的足球員 謝拉特 等等 多個體壇名人 在Twitter 發貼 而且用hashtag Vaneris彭帥 做一個標記 這個是 在國際的網球壇 甚至在國際的球壇 引起相當大的反響 薩蓮威廉斯怎麼說 一定要切拆這件事 不能夠沉默 對彭帥的身份感到非常受傷和震驚 他希望 他的安全 馬上 快點得到證實 盡快找到他 我們必須好好調查 我們不能夠沉默 在極其困難的時候我向他的家人 表達 我的關愛 還有其他大阪植尾 早高域 國際網球的一哥 都有 發表 對於彭帥的 關顧 這件事 當然 現在中國政府 包括外交部發言人 戰狼外交 都習慣了 他出來 每逢抹黑 抵毀 所有的東西 他一定是雖遠必豬 這次 很低調地說 我不知道他的情況 這也不是外交的問題 完全避而不回答 我自己覺得 當受到國際關注 白宮法人說了 聯合國的人權高級專員說了 然後國際的網球壇 國際的體壇 都說了 其實這是外交問題 這個牽涉到中國的國際形象 為什麼對這個問題 避而不談 除了電郵 有那麼多疑點 外交部發言人的回應方式 那麼低調 那麼委屈 那麼迴避的方式 從來 堅哥 華大媽 那些 撲了出來 張牙沒有抓 為什麼這次會那麼低調 那麼委屈 你可以說人家是炒作的 絕無其事 連絕無其事 這四個字 都不說 他發了個電郵 聲稱 是不是 是 not true 性侵的指控 亦都出了一些照 我平安在那裡 向大家 打招呼周末愉快 為什麼外交部在這個問題上 不用戰狼的姿態去澄清 我們沒有乘機抹黑 我們這個前國家領導人 前黨國領導人 為什麼不這樣做 我自己覺得是有服從 所以這三樣東西的疑點 包括那個電郵的疑點 相片的疑點 和外交部發言人的那種閃縮的疑點 我覺得間接證明這件事是真的 問題是怎麼拆 怎麼解決這件事 是不是張高麗自己要 即使 你知中國的高官 即使是落台 勢力也是很大的 你看看阿江 還記他三分 金上 勢力仍然很大 屬於哪個系統 很多人說曾慶紅系統 老實說我對於中國這些什麼系統 我一點興趣都沒有 我都不知道 我不能夠證實 也不能夠否定 但是 如果牽涉到一個這麼高級的官員 這只不過 在中國官場裡面的冰山一角 好了 彭帥 肯不肯出來澄清 胡錫進預告說他會 他說他家 休息一下 不要騷擾他 是這麼多 他個人都平安 是不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 我期望他快點出來 開記者會 說完這件事 我覺得可能會很快 不是用記者會的方式 因為不安全 不安全 怕被人問到路下 會在 電視認罪的方式 去表達這件事 可能會有個專訪 不知道做rehearsal做多少次 這是另一個問題 我等著 這個專訪出現 暫時已經到這裏 繼續支持我patreon 繼續支持我心直合法的頻道 多謝你們收看 再見 早前我在這裏向大家介紹這個 NOT VPN 除了可以保障你的私隱 隱藏你的身份之外 有些秘技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例如如果大家有看這個Netflix 的話 有些片 即是美國才看到的 香港是看不到的 但你透過這個NOT VPN 登入了美國的網址的話 就有機會看到 在美國 播出的一些電影 或者是電視劇集 例如在網上買一些貨品 或者是訂機票 酒店 有些公司的規定 如果你在當地訂的話 你有機會拿到比較大的折扣 透過NOT VPN 登入了當地的IP address 你有機會 買到比較便宜的機票 或者訂到比較便宜的酒店 不過每間公司的政策都不同 你可以試一下 看看是不是真的做得到 現在訂NOT VPN 可以拿到一個比較大的折扣優惠 透過這個網址 以及用優惠碼 SAMNGX 就可以拿到三二折 一個兩年的計劃 平均一個月是 3.71美金 還加送一個月免費 一個大小 六個設備 可以一起上網 挺好用的 大家不妨試一下